2018年7月27日,随着自由市场上的深入,市场上所剩的大鱼球员已经不多了,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,自由市场都会以球队之间的交易为主。 今年变动比较大的球队倒数火箭队和湖人队了,火箭队得到安东尼组成巨头组合,而詹姆斯则是已经为NBA第一人,随着勇士队阵容的继续强大,火箭队和湖人队都希望继续补强阵容对抗勇士队,尤其是湖人队,虽然他们得到了詹姆斯,但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, 更不希望浪费詹姆斯所剩不多的颠崩时期,即使他们在今年自由市场上,错失了莱昂纳德,乔治和考新斯等球员,球队还是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有交易发生。 有媒体报道湖人队曾报价蒙梅哥,也曾报价涛普森,但是显然这两笔交易很难达成,森林郎队的巴特勒拒绝球队训约合同,让湖人队看到了交易的希望。 巴特勒是一名攻防全面的球员,他在上赛季可以得到场距22分5篮板和5助攻,可以说是森林郎队中的蜘蛛球员。 但是森林郎队中,巴特勒和韦金斯关系有些家,也一直有传闻说森林郎队想要交易其中之一,而比起刚签下大合同的韦金斯,显然是不想续约的巴特勒更适合被交易。 于是湖人队就是图包加巴特勒,湖人队给出了球阁加英格拉姆加首轮选秀权,加次轮选秀权的筹码,而其实湖人队一直就很看好巴特勒这名球员,之前沃顿曾被问到,谁是NBA最好的防守球员? 当时沃顿说了5名球员,其中就有詹姆斯和巴特勒,而一旦湖人队交易成功得到巴特勒的话,那么球队可能将组成NBA最好的防守奉献,球队也将有希望成为NBA最好的防守球队。